黄光亮大多都是以反派形象出现在荧幕上 而且他塑造的角色特别经典 有时前一秒还跟你谈笑逢生 后一秒就能拿起刀子捅你 他也凭借一副天生的坏人像 在香港影视圈创出一片自己的天地 那么黄光亮是如何进入影视圈发展的 现在的他又处于什么样的境地 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 香港四大恶人之一的黄光亮 黄光亮出生于香港 家中兄弟姐妹众多 而他正好摆在中间不上不下 所以父母也没有怎么关注过他 没有了父母的管教 黄光亮的学习特别不好 还经常在学校闹事 所以在初中的时候 他就被学校开除了 没有学上的黄光亮只能回家 但家中生活贫困 黄光亮自然不能一直待也在家 而且黄光亮自己也厌倦了当时的驱逐环境 于是就想要自己外出打拼 他将这个想法告诉了父母 父母觉得黄光亮年纪还小 不放心他一个人外出 黄光亮听到父母的拒绝后 觉得父母太过单小懦弱 最后直接独自一人离家出走 外出寻找自己的生活 梦想终是美好的 现实却是残酷的 离开家庭后的黄光亮 开始为自己的生计打算 他去酒楼当过服务员 也在裁缝铺当过学徒 但都因为工资太少而放弃 当时的香港电影圈发展特别好 很多想追求发展的人 都会进入影视圈 走投无路的黄光亮 最后也踏进了影视圈 鄙视的香港影视圈 大多都是俊男靓女 很少要黄光亮这样长相极有特点的演员 虽然身高很好 但是却有着满脸横肉 和一个标志性的大鼻子 所以刚踏进影视圈的黄光亮并不吃香 只能在剧组干一些杂活 后来导演李修贤在拍摄《摩登衙门》时 一直想为剧中的反派 找一个有特点的演员 后来在剧组看到黄光亮之后 直接敲映了让黄光亮来出演 彼时的黄光亮还没有真正演过戏 不过他经常昏腻在社会上 非常熟悉社会底藏的生活 所以黄光亮将狐家虎辈的小弟 饰演得唯妙唯小 正是这一部电影的特出 让观众认识了极具特点的黄光亮 而黄光亮也由此正式踏进娱乐圈 虽然黄光亮已经开始演戏 但是因为自己长相的问题 也限制了他的喜怒 他只能出演反派角色 不过却也凭借出色的演技 让观众彻底认识了他 后来在拍摄《监狱风云》时 黄光亮将一个爱逞强 好面子的老大刻画的入目三分 即便跟周恩发对戏 也丝毫不落下风 并且还凭借这一角色 获得金像奖最佳新人奖提名 而黄光亮之所以 能出演的如此深入人心 除去他自身的演技以外 还有就是傻彪这个角色 是编剧专门为他创作的 因为黄光亮刚好认识电影的编剧 所以也可以说黄光亮是本色出演 这部电影一经播出 就将黄光亮推上了巅峰 随后便片约不断 先后跟很多大牌都合作过 在跟刘德华合作的《天若友情》中 黄光亮饰演了一个大反派 这也是他所饰演的角色中 最坏的一个 在演员这一职业上取得的成功 并没有让黄光亮满足 他开始有意转向幕后 自己做导演 随后他主演并坚持的电影 《谍影追凶》 黄光亮打小就是一个极其奴隶的人 他不安现状 想要追求更高的发展 所以他跟朋友合作成立了一家电影公司 不过却因竞争太大而寸步难行 只坚持了两年便倒闭了 或许黄光亮只是合作演员吧 随着时代的发展 黄光亮的年纪也越来越大 他很少再出现在荧幕上了 直到后来王祖兰的邀请 他才再次出山 跟王祖兰合作出演了 老表你好呀 黄光亮在剧中饰演的是 王祖兰的父亲 本来二人只是正常的合作关系 但是因为黄光亮和王祖兰 长得太像了 一直有观众认为 黄光亮就是王祖兰的父亲 有一次王祖兰在剧组 遇到了一个前辈 那个前辈问他 你爸爸还好吗 王祖兰很疑惑 自己父亲都已经去世了 为何前辈还会问起 虽然抱之不解 但王祖兰还是如实回答 怎知前辈听了王祖兰的回答 竟大吃一惊 黄光亮去世了吗 这时王祖兰才知道 原来外界是把黄光亮 当成王祖兰父亲了 后来王祖兰还将这件事 跟黄光亮说了 黄光亮知道后 也是哭笑不得 最后二人分别在社交软件上 澄清了这件事 虽然这个乌龙带来不小的影响 但他们却因此成为了好朋友 也算是因祸得福 现在黄光亮已经很少 出现在萤幕上了 但是依旧没有离开人们的视线 他在视频软件上注册账号 每天分享自己的日常生活 私下的黄光亮 一点没有萤幕上的坏 反而没有一点明星架子 看起来十分和谐 也收获不少粉丝 总观黄光亮一生 有过巅峰也有低过 但是他都没有放弃 所以如今的成就 都是黄光亮自己努力得来的 最后希望黄光亮能保住身体 安享万年 我是伊丽夏掰 一个专注于娱乐圈明星故事的小编 这期节目就到这里 点个关注 咱们下期再见